菲律賓 一個以大自然美景文明的國度 正正就是我們這次要探索的地方 考潛水牌 和海龜游泳 捕捉瓊沙的蹤影 還有長尾沙和沙甸魚群 再去野外找無人的世外桃源 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一起參加宿路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 為期一個月的菲律賓之旅 正式開始 相信在很多人眼中 菲律賓也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 事實有是不是這樣 浩原Eddie、Alphys和我 就是這次的先頭部隊 要探索當地的海底世界 第一件事就當然要學會潛水 兩程飛機、四小時的旅程 經歷了大半天之後 我們終於到達了考潛水牌的地方 麥坦 正式的日期 我們現在會上課 開始我們的潛水旅程 今次我們考的牌是 Open Water和Advanced Open Water 基本上是一次過考兩個牌 在我們抄了Eddie的答案之後 就要下水了 在一連四天的讀書和實戰潛水訓練之後 恭喜大家 我們終於成為一位合資格的潛水員 在真正的旅程開始之前 我們見到兩個香港的朋友 風景攝影師Nick叔 和Tom 最聰明的工程 然後我們就向舞波出發 好 我們剛剛到達了Mobile這裡 天氣也不太好 其實這間就是我們的房間 一眼看完 接下來我們會在這裡 嘗試去做一些瀑布 或者潛水 希望看到沙點雨群和海龜 看看這裡的水底世界有什麼特別 祝我們好運 為了深入了解這個地方 我們到處去探索菲律賓的地道美食 也是因為這樣 認識了兩個來自德國的新朋友 拍拖的高手Silky 還有特技演員 Sumiya 就是這樣 我們八個人就走在一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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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力叔 我們前往下面有什麼看? 嘩有很多沙點魚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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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氣好一點 接下來我們會在這裡飛一下drone 看看這裡的環境如何 我們也看到沙點魚和海龜的生物 明天我們就會去Obslop那邊 早晨大家 我們今天來到Obslop這裡 我們現在就同情山游泳了 對 近年在Obslop附近聚集的瓊沙 就成為了國際旅遊熱點 令到附近的居民能夠依靠瓊沙來維持生計 所以對菲律賓人來說 瓊沙也都算是一種神聖的生物 好可怕 好可怕 威脅 在想的 剛才是 Jersey 你不能夠 做生意 那些風格 宿武這單廣瀑布已經有過千條 歡迎大家來到In Number Can Phones 這個地方真的很瘋 每個人對於旅遊的敵意都有不同的看法 在我眼中,旅遊從來都不只是休息或是休息 能夠親身體驗大自然的美景 絕對是一種祝福 作為第一次去瀑布的我 也深深體會到人類的渺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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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好 了解 便好 不用擔心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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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叫什麼名字? Henry KOL MAK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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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TTDA MAK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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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OR 仙荴廊是史 nightmares enc!! 既然我們都是附近 不如帶大家感受節日氣氛吧 Let's go! 宿慕聖英節升陸樂 意思是比喻舞步好像幸運一樣 兩步向前,一步向後 每年一月的這個時候 都會聚集到幾百萬人參與這個節的狂歡 很熱 沒錯,韓拍機就是最好的風扇 我們現在分三輛電單車 在SMO這個方向進發 Let's go 我們現在分三輛電單車 我們現在分三輛電單車 我們是最大的商場 SMO 短短一日的宿慕聖英節加列華 也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煙花會演 刷牙鏟的煙花就像時間一樣 一順即勢 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的人可以很多 但是有几个又真的可以留在你身边 能够透过旅游认识到朋友 然后一起探索这个世界 这件事也是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 来到旅程的最后一个地点 我们扬帆出海前往一个叫做马拉帕斯库的外岛 继续探索菲律宾的海底世界 好早安 你好 听完导游的一大量讲解之后 我们就要为未来几天的十几支枕做好准备 所以现在就要立即做一个check dive 现在是凌晨5点24分钟 我们就即将会进行我们最后和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去找Frasher沙 长尾沙 长尾沙之所以要叫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它的尾和它的身脚比例其实是一比一的 要找到它们就要很早起床 搭船去到海的中心 才有机会见到它们 接着我们也去了一个叫做Gato Island的无人島 也在这里找到不少的珍琴二手 还要尝试了我第一次的冬月潜水 喂 那个洞里有两条鲨鱼 正 好美 我们要用一个更有点的方法去完结这个FLOG 就是爬上这一座野去看一出 OK 曾經的我會因為種種恐懼而不敢冒險 但是旅遊和創作另外的意識中 只有願意冒險走得太遠的人 才會知道自己可以走得多遠 多謝你 士輝 我們後會有期